大家好啊给大家来点皇室新闻啊我这个是具有贵族血统的人啊给播点这英国皇室血统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是英国太阳报报道这个一篇文章啊就说他说什么标题就是够了 是受到这个哈利王子还有他那个王妃叫他老婆那个梅根马克尔啊具有这个伤害性的攻击后呢 这个女王命令这个白金汉宫高级驻守啊计划就是诉诸法律进行反击 这个是太阳报呢是英国的一个大报纸啊 就是基本上他在写的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写的什么 他报道说啊他说在受到这哈利夫妇的这个猛烈抨击后 英国王室的法律团队正在咨询专家 昨天晚上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透露95岁的女王已经被不断的攻击啊就是被激怒啊 我这女王95岁了啊 报道说这个消息人士透露的就是最高层感觉就是什么受够了啊 enough it's enough 就是最高层谁呢当然就是伊丽莎外女王了就皇室的最高最高层啊老太太啊受不了了啊 老奶奶受不了了啊这孙子妈太孙子了 然后这呃报道他还说什么就是忍耐是有限度女王还有王室啊 也只能就是忍受这么多了女王呢除了女王之外那么还有就是啊查尔斯王子啊当爹的对吧 还有那个威廉王那个王子啊还有他那个啊威廉王子的太太啊这个就是王妃啊这些就是都够了啊这整个王室啊 行了这个这个哈利王子跟他老婆这个梅根呢已经闹的就是已经太过分了啊啊 啊他们正在聘请律师他们是指整个英英国王室啊啊这个哈利还有梅根会意识到一再的攻击行为无法被忍受 嗯这哈利王子他是基本上做的很多事都是比较出格的啊他现在是上个月他哈利王子他什么透露他说正在撰写这个回忆录 并于明年英国女王登基70周年之际出版啊然后这个这个消息呢震惊了英国王室 这女王登基明年是登基70周年啊这个这个宝贝孙子呢我再给你再再来一道啊再再来一道给你们来一道劲爆的对吧顺便推销一下这个书啊 嗯这个太阳报还报道啊就是援引消息人士他说什么有人担心美国公众会相信哈利和梅根的话 嗯王室的法律团队正在与诽谤还有和隐私方面的专业公司进行沟通 王室的法律团队还可以联系该出版商要求提前告知书中内容并有获得回复的权利啊 这个美国公众一般对这个哈利跟这个梅根的基本上就是对他们讲就是你你们到美国来干什么啊 你们英国待着不好吗对不对美国人大部分对了哈利王子还有梅根 你已经你不离开王室了吗对吧你现在还要接受的采访消费这个王室你把你的那个头衔自己去掉不就可以了 或者你自己打算工找工作打算工美国人不存 从不买这个哈利还有梅根的账啊你们你们俩靠什么收入吧就靠什么活了吧啊就这意思啊这个就是美国人态度啊 呃这个是什么是梅根哈利夫妇啊他们是退出了英国王室之后呢他们还是就是没有淡出这个视线啊 而且呢多次就是引爆了英国舆论啊我记得今年三月的时候啊哈利夫妇啊就是接受那个美国有一个脱口秀那个那个女主持人叫奥普拉啊就奥普拉他专访啊啊 呃那个奥普拉我我我没听我我对这个从来不感兴趣从来不感兴趣这个娱乐新闻尤其好莱坞这些我基本上不感兴趣 那个是在我记得好像洛杉矶时报还登了啊啊反正很多人关注啊两个人就是受访内容呢就据说是十分劲爆 他是哈利夫妇呢他们就是在访问当中就那个奥普拉他的访问当中反正一问一答一问一答 他讲了什么就是脱离王王室之后这个心路历程啊啊然后主要是那个梅根他自己他在报 报什么他说在在这王室生活当中啊就非常压抑啊啊心情压抑啊郁闷啊而且呢就是反正就是雨不惊人死不救 说什么一度想自杀啊他还指责这个王室撒谎还称自己呢还要和儿子因肤色受到这个王室种族歧视 美联社当时评论说什么这个是1995年以来就是啊啊记这个戴安娜王妃接受访谈以来就是最轰动的当然这轰动是带引号的啊最轰动的英国王室访谈节目 呃记大家就是他们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报这个家头爆料这个英国王室反正 你就是往横里说啊往这大瓜里说啊爆的瓜越大这个就是引引来的围观就越多 就是接受的媒体采访呢就越多啊就靠这个采访费活着啊 嗯那么英国媒体呢五月就是还爆料他说什么他说啊这哈利王子他也不他也不消停 他也是在一档就是有关就是心理健康这个节目当中呢再次谴责的英国王室 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家族就是英国皇室家族的教育方式 还有传承间存在的痛苦的恶性循环 咱我我我没看这个报道 我我不知道说这是怎么这个教育方式 还有就是代际传承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恶性循环 而且还是痛苦的恶性循环我不知道啊 呃他呢是为了逃离这种命运才决定从呃英国搬到这美国加州啊 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反反正他们俩这个这个这夫妇俩啊哈利王子这美根两个人反正就互相就是呃轮着报啊 这报英国王室然后那个也报英国王室啊 这个说什么家族教育方式啊 这个是恶性循环 那个报什么我在那个自从嫁的这个哈利王子进了这英国皇室以后 我实在是太压抑郁闷啊 我一度想想自杀 就怎么劲爆怎么来 对不对 呃 王室内部呢 基本上对这哈利还有梅根呢 现在就是态度已经表明了啊 你就是 你打我一拳 好 我退一步啊 你再打我一拳 我再退一步 对不对 你 然后你两个拳一起来 那我现在我准备就要弄死你 就像英国女王说了 够了 enough 啊 enough enough 你说这菲利普亲王就是前一段刚去世了 对吧 呃 现在这哈利呢 也不管他爷爷死啊 这事故还未寒 就是现在就就公开批评这家人啊 而且他讲的时候呢 他还不顾忌 你说死者为大吗 对吧 咱是中国人的习惯 他还把这个菲利普亲王的爷爷也牵扯到当中 也爆料 对吧 就是非常的对这种就是已经死去的人不尊重啊 这个就是英国美国包括西方这种就是对这种说 说说说就不好听说就特别就非常看不起啊 呃 就是你既然哈利夫妇就是你们这么不喜欢英国王室 那就主动放弃这头衔吧 对不对 呃 反正他们现在对这个啊 就这种爆料 反正民众现在就是见怪不过晚啊 也就是这意思 那其实当初他们俩结婚的时候 就这哈利跟这个梅根结婚的时候 威廉王子 哈利的哥哥 就曾经跟这个哈利王子就说过 他说 你看 作为哥哥 作为兄长 他还是非常关心他弟弟 他说你在交往的时候 你的地位呢 会吸引很多女孩子 对吧 你在跟女孩子交往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观察仔细了 一定要 就是说 呃 不能一时冲动吧 对吧 就是看人要看全面 啊 其实当时追那个哈利王子的就是有很多 对吧 你说哈利王子 到最后就说选择这个梅根 对吧 这也是你自己选择 对吧 当然了啊 我个人觉得也离不开就这好莱坞就这种三线的这些演员 基本上那个那个梅根他现在结婚 呃 这个跟哈利结婚这个梅根 活着对吧 他爹呃 那查尔斯王子给给他什么一百万美金还两百万美金 把自己的私房钱贴给这小儿子 对不对 现在俩人就混混到就是这种 天天上节目爆料 靠这活了 对吧 出书 对吧 靠这活了 反正他有能够出这个书 能卖出去 能上这节目 能有人听 就说明还是有人喜欢这口 对吧 这种恶趣味 对吧 口味比较重 对不对 他喜欢这个 对吧 那怎么办 是不是 好 早上起来给大家乐呵乐呵 好 就这样 拜拜